今天让我们来转换焦点看到的是台南牛肉汤 台南牛肉汤其实在今年这个米其林指南当中 有四间是被列入必比登推介的 没想到现在其中有一间就是这一间 康乐街的牛肉汤传出说要这个顶让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其实让顾客觉得是相当的不舍 不过最新消息传出啊 他们的大女儿要回来接传承这间店了 所以现在是不顶让了 康乐街牛肉汤昨天晚间在脸书社团发文表示 要将店面顶让 译者可以到店内找他的妈妈 也就是陈姓老板娘 他解释康乐街牛肉汤是妈妈打拼30年的成果 有着深厚的情感 本来在年初就顶让的计划 那在年底也获得必比登的肯定 认为不枉费30年的坚持 然而人生有其他规划 因此想要寻找真心爱食材 愿意用心经营的人接手 不过消息曝光之后呢 网友是纷纷留言 相当的不舍 爱店又要少一家了 那大女儿看到许多顾客 这么不舍的一个讯息 决定呢要回来传承下去 暂时不顶浪了 相信许多家长呢 对这个老牌童装都不陌生 这个呢是深受不少家长喜爱的 童装品牌 YN二分之一 他们传出啊 今年冬季商品销售之后呢 就要全面结束营业 而业者呢也出面证实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报报导 YN二分之一创立于1978年 店内主要贩售童装为主 其中又以色彩缤纷的 普普熊为人所知 目前全台门市数量 总计概念店有29家 专柜6家 街边店有11家 由于受到快时尚服饰 以及少子化的影响 YN二分之一近年业绩下滑 第二代无意愿经营等因素 传出品牌将结束停业 据了解 品牌和百货的合约 也将在明年第一季 冬装销售结束后 提前结束合约 对此品牌证实此消息 透露预计在明年的2月到3月 陆续结束营业 我们刚刚有讲到 那个台南的牛肉汤新闻 我看到就有网友说 有去喝过那天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 原本要传出要顶让真的是很可惜 对啊 刚好有得奖 结果没想到还好是接下来了 对 女儿回来要把它接下来了 好 接下来要讨论这个话题 相信可能很多人都非常有感 就是好市多的联名卡 它在网络上的糖度真的非常高 不晓得牙蝇你有办他们这个联名卡吗 我没有办 但是我家人有办 对 其实很多人都有办 那其实过去这10年来 都是国泰市华银行 跟好市多联名合作的嘛 对 那他们拥有超过250万的卡友 不过传出现在这个联名卡被抢清了 是由台湾的富邦银行出价超过12亿元 拿下联名卡的发卡权 好市多与国泰市华合作10年的联名卡 今年即将到期 知情人士表示 北富邦最后是以超过12亿元签约金 夺下了发卡权 最近即将签约 而台北富邦银行胜出的关键 正是整合集团资源助攻的蔡明中蔡明星兄弟 这次抢下好市多联名卡后 目前银行发起量排行第五的北富邦 渴望一口气冲上700万张 直接超车玉山银以及台新银 直逼国泰市华和中信银 对于北富邦取得好市多新年度的联名卡 发卡权益是 北富邦表示不评论市场的传闻 好市多又做出回应 会定期审核会员卡的会员权益 如果有任何的服务变动 将会及时通知 那我们现在呢在YouTube的直播间的聊天室有开了一个投票 这投票呢就是问大家说 好市多要换发卡银行 你认为第一个选项是 没关系我又不是会员 那第二个选项是很烦耶 又要换卡了 那么第三个选项呢是 还好就重办一张就好啦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那张卡 不知道V仔有没有 我自己也没有 但也是身旁的可能是朋友啊 跟家人有 对 所以这张卡的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你要有这张卡 你才能去里面消费啊 对所以大家觉得说 可能还要换卡或怎么样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 如果你是有办这张卡的人 你觉得如何呢 欢迎投票跟我们分享哦 好那其实啊这个消息 就是溢出来之后 哇是让会员给骂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如果能换成另外一家的话 等于说他们又要再新办一张卡 对而且那种工作时间又要再等 对不对 对而且会员就会觉得 这样子真的是非常麻烦 我这样子到底要换几次卡啊 而且就有新会员也提到说 我才刚办也真的是太麻烦了 年度发卡权传出换新东家 让不少的会员呢是疯狂的哀嚎 说真是悲伤的故事 我老婆的信用卡不能用了 也有人提到说要换卡非常麻烦 要再办一张我就不要去了 也有新会员说我才刚办呢 另外呢也有人表示 你不去我不去 明年就会开放了啦 那也有人提到 国泰大断线之后 好事都一定不爽啊 而且还是在生意最好的假日大当机 不过呢也有网友提到 美国和加拿大的联名卡 也是银行换来换去 不过不限银行 只限Master或是Visa 那大家应该也会好奇说 为什么这么多这些银行 都要非得抢下这个联名卡 对 条件呢 这个关键就在于呢 好事多的会员 他们的消费实力实在是太惊人了 而且他们光是联名卡的这些会员 就超过了250万人 250万真的是非常多 没错 而且呢他们的续卡率呢 竟然高达了95% 平均客单呢 也是超过了3000元 是国内量贩 以及超市的单价销售冠军 好事多是国内唯一一家 纯美式卖场 去年营收1200亿元 获利超过了50亿元 联名信用卡客户超过250万名 好事多客户相当死忠 续卡率高也让联名卡合约一到期 就吸引各家银行进竹 台北富邦银行抢清好事多成功 也让国内信用卡排行重新洗牌 过去靠着夺下好事多联名卡 国泰市华因此多增加了250万信用卡客户 这次抢下好事多联名卡后 台北富邦银行目前排名第五 发卡量渴望一口气冲上700万张 直接超车玉山银以及台新银 直逼国泰士华以及中信银 爱请助 by hired iron